原标题,梅兰芳三次复日演出,曾经过时日现场撤牌,还为地震一眼镇灾经据大师梅兰芳,一生出草过许多国家,但是去的最早,去的最早的国家是日本,一共去过三次。 毕竟日本从地理上离中国近,文化上的距离也不远,1919年,梅兰芳刚25岁,已经成为京剧界的明觉,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剧团喜群社。 4月末,日本东京帝国剧场邀请梅兰芳赴日本演出,抱持着向海外传播京剧艺术,观摩日本古典戏剧的目的,梅兰芳携喜群社欣然前往。 演出到了5月7日,发生了问题。 因为在1914年时,日本趁着欧洲,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,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臭名昭著的21条, 起初将德国势力赶出中国,由日本全盘接收德国在中国的所有权益,并且在南满河内蒙继续扩张。 到了1915年5月7日,日本政府更是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,要求中国必须无条件,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。 因此,当时,许多中国人将5月7日示威国持日。 梅兰芳也意识到这个问题,遂向日方提出霸言。 日本演出方表示,效益受出,停演对双方都有损失。 经过协商,本着对观众负责的态度,梅兰芳勉强演出,但是,坚决要求日方将现场的中日亲善的宣传牌子撤除。 这次演出,梅兰芳的走遍了东京、大阪、神库等地,均受到了巨大的欢迎。 演出的剧目包括《玉碑亭》、《天女散花》、《嫦娥奔月》等,曾有日本诗人以妙会传神真通灵的诗句来赞叹梅兰芳的表演。 一些日本诗人,还把梅兰芳表演的《玉碑亭》,搬到了歌舞纪的舞台。 1924年,梅兰芳再次应东京帝国剧场的邀请,于10月份赴日本演出。 此前的1923年9月,日本发生了著名的关东大地震,15万人死亡,200万人无家可归。 梅兰芳此次访日,正赶上日本正在灾后重建。 直到此,是以后,梅兰芳立刻慷慨解囊,为灾区捐款。 同时,他与同行的陈建修、郝寿臣、于振飞等黎原明爵,一起举行了三天的赈灾议演,将收获的款项也全部捐赠给地震灾区的百姓。 梅兰芳说,就在续林是人类应尽的责任。 此次演出,梅兰芳走过东京、大阪、京都等地,出演了《贵妃醉酒》、《洛神》、《齐双惠》等剧目。 日本一家电影公司还专门将部分剧目拍摄成电影。 此后,梅兰芳也有意与日本戏剧同行多做交流,然而,由于日本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,梅先生毅然断绝了与日本人的交流活动。 并且,在1941年,梅先生叙叙明智,拒绝登台演出,表达自己的抗日爱国情怀。 时光荏苒,岁月沧桑,到了1956年,中日两国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 这一年初下,梅兰芳先生,应日本朝日新闻社的邀请,在时隔32年后,再度率领中国京剧代表团出访日本。 当时中日双,芳君希望关系能够正常化。 首先当然是先从民间交流开始,梅先生在这个背景下访日,促进了双方的友谊。 相比前两次的访日,这次出访的中方团队星光熠熠。 这次访问演出,是新中国建立后,中日之间文化交流的开始,因日本侵华战争而中断了文化往来活动。 在此之后得以恢复,梅先生在这个过程中鞠躬至尾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